齐举千变万化趣味无穷 每位学生安静思考观察 同德高中西洋棋社团的 红盛城吉夜东环 今年参加台中市体育总会 理事长辈西洋棋校技团体锦标赛 一路过关斩将 赢得国中组冠军 除此之外 在比赛中更是击败高中组学长姐 表现优异 比平常心 就没有太 没有很紧张 还蛮强的 还就是 就不会太弱 进攻 要想得 就是比一队 跟一般人现在还要久 没有那么容易 大家的实力都比较平均 我觉得主要还是 靠我的努力 努力比较多的话 你就会 就会有 就会有好的成绩 透过有系统的教学方式 让孩子运用脑力 在学习西洋棋中 不知不觉地增进了各种智能 更能享受其中的乐趣 进而奠定扎实基础 参加比赛是学生的练习方式 整合他们的学习 在比赛中都会较为谨慎 而且思考得更深入 加强部分就是 应该要加强临场的反应 然后还有其中的运用 时间的运用 比较重点 因为这是有限时时间的比赛 那其实这一次的话 他们是高中跟国中组混合比赛 所以他们对到的对手 其实都是年纪 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实力上其实跟他们也是 相对来说比较强一点 但是红胜成他们其实就是很温温打的 打了这次的还蛮不错的胜脏 下起着重腿里每一步起延伸的变化 先员蔡明璇表示 透过学习西洋起 有助于启发学生智慧 培养定力耐力 冷静沉着的逻辑思考能力 恭喜获奖的两位同学 并且也肯定学校的用心 让学生有多远的学习机会 也恭喜他们在这一次的比赛中 也可以获得优异的成绩 透过西洋起 也可以增加我们孩子们的思考力 还有他们的逻辑 还有他们的定力 藉由不一样的方式来锻炼我们的孩子 让他们可以持续的来学习 也要感谢我们的学校这么的用心 也是希望有好的一个教导方式 我们一直来给他多做一个推广 让孩子可以有超多元化的 一个教育方式来进行 草屯同等高中近年来 除了积极推动双语教育外 在社团方面包括西洋起社 小提琴社 城市设计社等 不仅可以学到很多 制式课程以外的知识 同时也能培养与发掘学生的 兴趣及专长 记者侯一伦草屯采访报道